接下来介绍一下怎么离开,怎么存档 好,来看一下存档的地方 好,档案 有另存新档 另存新档的话呢 这边呢,我们已经有旧的档案了 如果你 档名 跟原本一样 我们按储存的话,我们来看一下 会出现一个提示 问你是我要取代 我们按佛 那我们改名称 比如说我们把名称改成是这样子的 这时候档名不重复了 所以可以存储 好,我们现在已经储存了 那关闭的话呢 我们就移到档案的位置 有关闭 好,我们关闭之后会回到这画面 这画面它是属于 LibreOffice的 一个画面 那 我们再看一个东西叫做离开 叫档案 离开 LibreOffice 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 好,当我们呢 只有关闭的时候 它只有关闭 我们的 像 试算表 KLK或者其他的 Writer之类的 它只关闭你目前所在的 这个程式 但是 你只要是资料 是 你只要是档案 选择离开 它会把 所有的 LibreOffice的 应用程式都关闭 请不吝点赞 订阅